Hello,大家好,今天是我们预备段的第十次课 那今天这次课的主题呢,主要是和我们的学习生活相关 OK,我们的两个主题分别是 A day at university and different subjects 在大学的一天以及不同的科目 OK,所以今天的词汇啊 相对来说比咱们前面的那些收回的场景呢 因为要难一些 OK,我们来看一下 A day at university的相关keywords OK,我们来看第一组词汇啊 第一个词叫university college 这个词其实在我们前面的课程当中呢 老师有讲解过,对不对 当时我们学的是college,对吗 然后老师拓展了university OK,那他们,我之前说过啊 他们在就是很多时候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互换的啊 表示大学,只不过在英诗英语里面呢 college还表示那种什么,职业院校 OK,好 第二个叫classroom OK,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啊 教室 第三个classmates 就是跟你一起学习的小伙伴们啊 classmates OK,canteen食堂 OK,我们可以叫那个dining hall 就是吃饭的地方,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也会说dining hall 大家来看一下啊 dining hall 比如说college,dining hall 就是大学食堂嘛 就跟canteen啊 是一样的意思 接下来是stadium OK,表示那种露天的体育场啊 就是周围有那种看台的啊 这个词我们亚斯汀尼非常喜欢考察啊 stadium 好 最后一个是library library 就是图书馆 OK,那在我们亚斯汀尼里面呢 我们经常还会有一个叫图书馆场景 对吧 那图书馆里面就涉及到各种书的摆放 对吧 书的类型 那怎么去借书 还书啊 如果没有其实还书会有罚金 这些词分别该怎么说啊 当然今天我们不会讲这么复杂 但是呢 图书馆是一个我们很喜欢考到的地方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下一组啊 就是各种文具 对吧 文具啊 OK 第一个pencil case 铅笔盒 那我们也可以说pencil box 也可以说pencil box OK 它是样的意思啊 第二个pen 就是钢笔 有时候我们像说那种什么签字笔啊 也可以叫pen 好 第三个叫什么 叫bowl point 圆珠笔 当然也可以说bowl point pen OK 好 接下来pencil 咱们很熟悉啊 pencil 嗯 再一个叫什么 叫橡皮擦啊 我们可能以前学过的叫什么 eraser 对吧 eraser OK 那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不那么熟悉的啊 但是其实也是非常日常的一个词叫rubber 就是那种擦子 擦子啊 OK 好 最后一个叫ruler啊 尺子 ruler OK 这些词汇呢 都蛮基础的啊 OK 大家看一下就是哪些实力比较陌生的 就把它着重的记一下就好了啊 好 下一个叫timetable 时间表 对吧 课表 就是我一天当中啊 我这个时间干嘛 那个时间干嘛啊 timetable 时间表 下一个叫board 那我们有blackboard 黑板 也会有whiteboard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嘛 教室里的设备其实是挺多的啊 有时候我们会用白板的吧 也可以叫whiteboard 但是我们传统的就是blackboard OK 好 接下来叫textbook textbook 这个词叫教材啊 这个词非常喜欢考察啊 而且往往以复述的形式 textbooks textbooks OK 教材 下一个notebook 笔记本啊 notebook notebook ok 就是我们买那种小本子来记笔记的啊 notebook ok next one is dictionary dictionary 字典 啊 这个词主要注意一下拼写哈 因为这个一考拼写的话 很多同学就是不是很熟悉啊 好不好 dictionary ok 都是蛮基础的词汇对吧 大家应该是多多少少有印象的啊 可能是小学学过 初中学过 对吧 都是很基础的词汇啊 好 现在我们是一个 labeled pictures with words from the box 对吧 就是给它标记一下 但其实就是考察我们刚刚这词 你是否掌握了啊 我们就快速的过一下 好不好 嗯 那第一个啊 咱们这个数字的这个顺序来啊 第一个是 which one black balls black balls ok number two is 第二个是什么 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ok 就是你只要差不多就行好不好 这个其实是一个一本书 一本教材啊 所以我们是哪个词 叫 tax book tax book 刚刚讲过的啊 教材 tax book ok 好 我们把这个 已经 对上了的 我们把它划个横线啊 那第三个是什么呀 对的是这个 大家能看清是什么吗 这个图片啊 太小了 要出现了 应该是一个pencil case 千米盒 对吧 他有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感觉啊 ok pencil case 嗯 我们把pencil case找到 ok next one 第四个 在这儿 第四个是指的是哪里啊 同学们 它指的是这里 所以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desk 书桌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啊 像我们吃饭的那种桌子呢 我们叫table 像我们学型的桌子啊 书桌 对吧 我们都是用这个desk 对不对啊 des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个是什么呢 第五个 它在 这里 它标记的是这个 很明显是ruler 对吧 ruler 尺子 ok number six 第六个啊 它在这里 那大家说这是什么笔啊 就是我们不是有三种笔吗 有铅笔 钢笔 圆珠笔啊 ok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笔 应该是一个 钢笔 对吧 pen pen 我们把pen找到 这里面其实它没有给大家圆珠笔啊 ok 好 接下来第六 第 应该是第七个啊 ok 好 第七个 which is seven ok here 啊 对的是这个啊 这个 这是什么 剩下只有 dictionary notebook 这两个是 有可能的 所以这是什么呀 应该是 dictionary 对吧 应该是dictionary ok 因为这个更像是notebook 笔记本 对吗 所以这个就应该是dictionary啊 但确实也看不清 是不是 确实也看不清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eight 八 八是哪一个 ok here pencil definitely 对吧 就是一个pencil number nine 这是一个时间表 但确实看不清楚 感觉是手机里面下的一个软件 对吧 timetable 但这个确实是timetable 不明显 看不清楚 好 那第十个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notebook 对吧 notebook 十一个 就是这个 tuzzle 对吧 rubber 当然你可以说eraser ok 好的 我们就又复习了一遍这些文具之类的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词汇 第一个叫beginner 新手 当我们新学一个运动项目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一个beginner 也叫菜鸟 对吧 ok 那但是新手呢 往往对叫新手的运气 就是一般你学个什么新东西的时候 往往运气很好 是不是 听说这个这个句子没有 就是新手都是好运气的啊 在英文里面也是有这样的 叫beginner's luck ok beginner's luck 新手的好运气啊 ok 好下一个叫advanced learner 就是高级的这个 就是高级的这个学东西的人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是不同的级别了 新手菜鸟叫beginner 再往高级的就是advanced 那我请问大家 终极的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这里啊 没有考察到大家啊 但是我们亚斯汀里 其实呢 会考到这个终极的 当然这个词确实难啊 所以这次呢 老师跟大家拓展一下 大家尽量的去熟悉一下 保证以后我们再次碰到的时候呢 哎你知道 哦 这个词好熟悉啊 老师给我讲过啊 你这么一个概念印象就行了 好不好 这种终极的我们叫intermediate ok 大家一起来写一下啊 叫intermediate 终极的 哎 好 我们把这个给它写一写啊 终极的 intermediate ok 好 大家一起把它放起来啊 接下来 forget 忘记 remember 记住 这当然是一个什么呀 反义词啊 那忘记要做什么事 对吧 我感觉总有事要做 但我忘了 我们叫forget to do something 对吧 forget to do something remember 记住 remember something ok take notes 记笔记 经常说 哎呀 记得 记笔记啊 ok 这个 remember to take notes 记得要记笔记啊 是吧 就这样去用的啊 take notes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下面的啊 呃 我们之前讲过啊 在英文当中 这个 它是 名在前 性在后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的名 啊 因为在前面嘛 所以会说 first name gave a name 大家还记得的啊 我们第一次课讲到的 那 性呢 在后边 我们会说 last name surname family name 是吧 大家都应该还记得的啊 然后我们的考察点 主要是 how do you spell your name 你是怎么去拼这个名字的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spell这个词 表示拼写 对吧 拼写 ok 这个词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啊 好 接下来 这个cultural reference呢 大家应该是 其实是比较知道的啊 world famous university 或者top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那世界上顶尖的那些大学啊 ok 我们来了解一下 ok 它的英文名字该怎么说啊 第一个叫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ok harvard 下一个oxford oxford 牛津 oxford university cambridge 建桥 cambridge university 下一个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 这些大学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啊 现在就是我们 看一下它的英文 是什么名称 对不对 那 希望大家啊 后面啊 都能够被这样的 world famous university 录取 好不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grammar部分啊 那我们主要学习的就 学习的就是这个 have to 这样的一个短语啊 ok have to呢 我们把它归纳到这个 形态动词里面 但是呢 也有人啊 就也有人 把这个have to 归纳到别的这个 这个概念里面 因为动词的分类啊 就是它并不是完全说 只有一种分类 不同的学者 它有不同的分类 好不好 现在我们学的是一种啊 就是比较 common的一种分法啊 好吧 我们把have to 当作是一个形态动词 因为它其实和must 非常的像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去辨析它 和这个must的一个相同点和不同点 好不好 我们把它归纳到这里面 但如果有一天你看到 就是另外一种语法 说让他把说 他说到不是一个存在动词啊 也正常 好不好 不同的这个学者的归类是不一样的啊 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去 说呀 去写呀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因为它的运法是固定的 只不过归类不一样罢了 好 它表示有客观原因啊 不得不做某事 所以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不得不啊 对不对 have to has to 就是不得不的意思啊 ok it he she has to 因为主语是第三层单数啊 那如果是其他的are you they we用的是have to 后面是远动词原型 所以就是have to do something啊 大家其实不能记得那么复杂了啊 大家就记住一点就是 have to do something 表示不得不做某事 如果主语是这样的单数的话呢 我们就把have变成has 就可以啦 ok 好 It's getting late I have to go home 太晚了 我得回家了 对吧 就我们没有题文翻成 得 不得不 I have to go home He has to walk to work because his bike has a flat tire 这个版语蛮有意思的啊 大家知道什么叫flat tire吗 就是爆胎了 爆胎了啊 这是一个很地道的表达 大家就是了解它就可以了啊 因为tire是轮胎的意思啊 这是一个美式写法 那英式的话呢 也是可以这样写的啊 大家都要认识 好不好 嗯 flat tire ok 就他因为爆胎了嘛 他的自行车 所以他不得不走到工作的地方啊 走去工作 ok 那么他的否定形式 对吧 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就是 不用不得不 表示不必要的意思啊 相当于是 don't need to do something 好不好 相当于是 don't need to do something ok 那么他的否定很简单啊 如果正常的 are you they we 的话就是 don't have to 如果是三单的话呢 就是doesn't have to 对不对 所以他前面就是 所以这里的have 他就是和那个 实际动词很像嘛 所以我说 归类啊 就有的学的就不一样了啊 但是whatever 总之他的否定是 don't have to 或者说doesn't have to is Sunday you don't have to get up early 你不用去这么早呀 就相当于是 you don't need to get up early ok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你越记不住啊 你就用don't need to嘛 就那个need 这个词啊 表示需要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意思啊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不用过分的焦虑啊 she doesn't have to leave now 他现在没必要离开啊 是不是 不必要做某事 大家把这个 含义啊 翻译形式给他记住啊 ok 好 下一个 那他的一般过去式 那很明显嘛 就把这个have had 变成 他的过去形式 had 对吧 肯定的话就是 he she are you we they 都是一样的啊 因为过去式 他没有三单的啊 就是 we had to do something 我们不得不做模式 如果是否定的话呢 就是用didn't 来进行帮忙呗 we didn't have to right I had to work this morning 接着上不得不得不工作 必须得工作 I didn't catch the bus 我没有赶上公交车 描述是过去的啊 we didn't have to wait very long for the bus 我们没有必要 是吧 等那么长 we didn't have to ok 这是一个否定 但是呢 它是一个过去否定 对吧 we didn't have to wait very long 嗯 我们不需要待很久 好 那么现在就是 我们要去辨别 must和他 have to之间有什么区别了啊 我们现在看must是干什么啊 刚刚说了 have to表示不得不干某事 对不对 好 而must表示是 由于主观需要 或者责任感驱使 有必要做某事啊 这个有点抽象啊 其实我们这样把它翻译成必须 但就是把这个 这个中文还记住 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好不好 就是必须 对吧 有这个责任 有这个责任去做这个事情啊 windows are so dirty I must clean them 哇 这个窗户太脏了 我就必须得把它清理干净 对吧 就我这个里面可能有洁癖 我就看不得这个东西 是不是 但是 你要是在别的场景里面 可不可以have to 也是可以的呀 比如说 在这个场景里面 这个窗户好脏 对吧 然后呢 你的家长 可能说 哎呀 你去擦一下呀 I have to clean them 但是你自己可能不想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就是根据这个情况和场景 看看要有哪个更合适 他俩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啊 他们在很多情况下 其实是可以互换的 就他们是重合的 只是在有些情况不一样吧 好不好 嗯 第二个例子 Be happy You mustn't be sad 哎呀 开心点啦 就是不要伤心 相当于是Don't be sad OK 就是一个语气的感觉了啊 下一个 You mustn't touch the pictures 你真的是不能去触摸那个pictures 就是禁止 对吧 Don't touch the pictures 你就是 非常非常的这个 怎么说这个程度非常高的吧 就必须怎样 必须不能怎样 就是禁止怎么样 所以他这个程度是非常高的啊 OK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 就是他这个对比点啊 首先 大家看一下啊 在表示个人观点的时候啊 我们用must have to都行的 It's a fantastic movie You must see it You have to see it 我要你 你得看看啊 是不是 你应该看一下 这个情况完全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他们的区别在于什么 再表示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had to be your must I had to walk home last night 因为这个must 它没有这个过去的形式本来啊 它也没有它的过去式 OK 表示我过去的怎么样啊 我们一般都用的had to OK We have to go to the library yesterday 好 第二个 不是表达个人观点的时候 跟这个第三个是个反的吗 是不是 那表示的话就没有区别了啊 就说不是表示个人观点的时候 我们用had to更多啊 比如说 Jill won't go to work 她不工作啊 不去工作 She has to go to see a doctor 她得去看个医生 得去看个医生 就不是个人观点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对吧 我们就会用have to 会更合适一点点 好不好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可以进行一个互换的啊 总之它的意思是必须 那这个程度比较高 哎 好不好 那么还有另外一组形态动词啊 比如说 Should 应该做某事 不应该做某事 因为形态动词的话呢 它的否定的话 它是直接加这个nprt的啊 就是说像must 这个should 都是就正了八百的形态动词啊 就这个分类是没有人把它分错的 就没有人有这个争议 好不好 刚刚的have to 分类还有点争议啊 但是呢 这个像must should 它的分类是没有争议的 好不好 嗯 你看 不管你注意什么 都是一样的啊 就不看你是第几人称 而且它这个词也是没有过去式的 啊 没有过去式的啊 we should get up early it's a good movie you should go to see it ok 好 那我们经常会和think 联用 I think you should do something I think we should do something 我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样 对吧 就是经常跟这个 do you think I don't think 进行的搭配 嗯 这个大家好理解 是不是 I think Jane should buy a new bag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go now it's too early ok 好 现在我们来做题啊 请大家圈出我们 诶 协议部分当中 哪一个选项更合适 诶 到底是shouldn't 还是don't have to 到底是mustn't 还是have to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主要还是根据这个句子的 这个含义来 好不好 诶 这个所谓的一些规则什么的啊 我都觉得只是一个补充 更多的是这个句子的含义 你是否理解 ok 第一个说 你什么go to bet late 就是说你 不应该还是不得不 就不必要 是吧 不必要 睡得很晚 go to bed late 就是睡得很晚啊 when you have to get up early next day 就是当第二天哈 你 不得不 就是你得早点起床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睡得很晚 因为你睡得很晚的话 第二天早上起早的话 有点难嘛 是不是 所以有哪个更合适啊 就是一个含义啊 你不应该睡得很晚啊 当你第二天要早起的时候 不是后面的什么呀 你不必要 这个意思就不对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啊 在我们去选哪一个 情态动词更合适的时候 更多是看含义 那些什么 所谓的规则什么的 只是一个辅助啊 是一个补充 OK 下一个啊 you mustn't or have to lie to people 跟别人撒谎 like to somebody 跟某人撒谎 if you want to stay friends with them 如果你想跟他们 继续做朋友的话 你是不能 必须不能 对吧 你必须不能 跟朋友 跟人们撒谎 还是你 不得不撒谎 很明显是什么呀 你必须不能撒谎 如果你跟他 想继续当朋友的话 是不是这个含义是 很好辨认的呀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你三个啊 you shouldn't or have to pay if you break something in a shop 如果你在店里面 把什么东西打碎了 你不应该付钱 还是you have to pay you have to pay 你必须得付钱 就你不得不得付钱 是吧 不得不 你得付钱 就是 有点 就是说 在这个 不管你是 你主观上想不想去做 但是你必须得做 对吧 就是have to 好 下一个 you should or you don't have to bring food for a trip lunch will be provided 这个会提供午餐 对吧 也就是说 你没有必要去带 没有必要怎么说呀 don't have to you don't have to bring food ok 下一个 we don't have to or must turn off the lights 关灯 when we are out to save electricity 为了节省电 我们出门的时候呢 我们是 don't have to 还是 must turn off the lights 肯定是我们必须啊 把灯关掉 这样节省电 是不是啊 大家看 这个意思是不是很清楚呀 所以同学们 意思是第一位的啊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reading部分啊 ok 那上节课我们面的是 listening and speaking ok 那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是reading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讲的是什么 ok 讲的是一个人 她叫什么呀 Ashley Trent Ashley Trent 又是她的story啊 我们来看一看 那后面也有咱们的一个练习题目啊 但是呢 还有一句话 阅读理解嘛 就我希望呢 真的是能够理解这篇文章 所以呢 大家跟老师一句一句的去读 好不好 如果有你不认识的单词或者表达的话呢 一定要着重进行啊 就是标注 ok 嗯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做题啊 那么我们大多数呢 是根据这个题目去原文中找答案 对不对 这个大家在后面的阅读课上啊 会更加学习到就是一些做题的技巧啊 或者步骤 但现在我们以这个阅读理解为主 好不好 细节 现在你抓住啊 ok 来我们一句一句的看啊 Ashley Trent one of 又是什么什么之一啊 很严谨哈 one of our most popular young actors 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年轻演员之一 is now filming college rap 现在正在拍什么啊 filming he began having acting lessons six years ago 是六年前开始上什么呀 这个表演课的啊 叫having acting lessons okay and was in his first play at ten years old 十岁的时候呢 就拍有第一个表演了 是吧 first play play当动词是玩 或者弹什么 play the piano 弹各种乐器 还有呢 当名词的时候是戏剧 各种剧 好不好 来我们看第二段啊 and 19 he immediately became well known 这边的非常的出名了 well known就是very famous的意思 好不好 very famous not for acting in a theater but on tv 不是在剧院里面演出哈 而是在什么电视上出名了 就是说他以前是什么呀 是演这个戏剧的啊 play okay that was fun 太有趣了 that was fun he says I was in a fast food advert with a cartoon clown okay 这里面有这个陌生词汇啊 这个大家看一下 首先 I was in a fast food advert fast food 快餐 加一个连字符之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叫快餐的啊 快餐的什么呢 advert是广告的意思啊 这里面老师跟大家拓展一下 我们的广告呢 可以缩写成as 也可以像我们这个阅读里面的advert 还可以用它的 我们最熟悉的那个叫advertisement 那英式英语还会读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都是一个意思啊 对比较广告 okay 所以就是一个快餐的广告 fast food加连字符 变成了形容词了啊 fast food advert with a cartoon clown cartoon就是我们 我们翻译的卡通 这个是印译过来的啊 就是卡通了什么呢 小丑 clown 小丑的意思啊 a cartoon clown okay but filming college rap is a much harder job 就是说拍这个 college rap 还是蛮难的啊 much harder job i have to play bassball 我得打棒球啊 baseball and sing in a film 还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唱歌啊 就是一个人 就是要干好多事儿 身兼多止 对吧 play baseball sing okay which is fine 很有趣 but i need to have dancing lessons too 还在像什么呀 dancing lessons 还在像舞蹈课 是不是说你有一些 舞蹈的一些相关的元素啊 when we finish filming each day 当我完成每天的拍摄啊 finish filming each day i don't go out with friends 我不出去 对吧 okay i don't go out i usually sit in the bath 在这个浴缸里面 bath 叫浴缸 我们也可以说bath tub 也可以直接说tub 也可以说bath 就是浴缸的意思啊 i usually sit in the bath for an hour 我在浴缸里就坐一个小时 okay because my legs and arms hurt 就我的腿啊 我的胳膊都特别疼 对吧 因为你干那么多事情 肯定是很累的啊 my legs and arms hurt okay but I'm enjoying myself because the three actors who are the teachers in college rap are really good are really good 就是说 我虽然很累 但是我也很开心 对吧 就总是矛盾的啊 okay 因为the three actors 在这个剧里面的啊 都是什么 就是饰演这个老师的 who are the teachers in college rap 非常的好 就是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 我虽然累啊 但是我也玩得很开心 they have they have filmed all over the world 他们就是全世界各地 都要什么 去拍摄 对吧 they have filmed okay they've 就是they have they've taught me to remember my lines more quickly too remember 我们刚刚学过了啊 他们还教我什么呢 快速地 记我的台词 lines okay 很简单的 align本身点是线嘛 是吧 remember my lines okay I needed half a day 半天 half a day okay 一小时叫half an hour 一半 半天半小时都是half a 或者half an I needed half a day to learn five pages before 以前我是要 半天才能学什么 五张 午夜 but now I only need a quarter of an hour okay 问题来了 什么叫a quarter of an hour a quarter表示 是一刻钟的意思 现在我只需要一刻钟 okay 这也太快了 okay 大家记下来啊 quarter是一刻钟的意思 四分之一 okay 好 下一个 being well-known is great but Ashley isn't interested in buying lots of expensive things or going out 出名呢 挺棒的 但是呢 isn't interested in 我们今天讲过 对什么感兴趣叫be interested in 对什么不感兴趣呢 isn't interested in 那他对着买这种昂贵的东西啊 不喜欢 对吧 也不是很喜欢going out 也不是太喜欢出门啊 but I'm asked to do really interesting work now and that's wonderful 但是呢 我现在就是不要求什么 要做一些非常有趣的工作 that's really wonderful okay he says I don't get excited when I watch myself in films 当我看在电影里面的自己的时候 我其实并不是很兴奋 I don't get excited I know I'm getting better but I still need to improve 我知道我在越来变得越来越好 I'm getting better 就是我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这是一个表示趋势的啊 这其实是一个 现在进行识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 就是表示一种趋势 I'm getting better 比如说 我们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 对吧 and our life is getting better 就正在变得好 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是不是 就是这种趋势啊 这里是一样的 I'm getting better 但是呢 我还是需要继续努力了 I still need to improve Well Ashley We think you are brilliant 你们太棒了啊 这个词 我们前面是学过的啊 就各种好 各种棒 各种妙 You are brilliant OK 好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题目啊 OK 依然是去原文找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说 How old was Ashley When he first acted in a play 咱们前面就有 是不是啊 10 years old 10 years old OK 咱们就直接选这个10 就可以了啊 OK 我们来看第一个题 When Ashley was 19 He acted in a what TV advertisement Theatre play Cartoon film 那我们回到原文去找 好不好 关键词就是19 我们去原文找咯 来 OK 这里面是 At 19 He immediately became well known 然后怎么说呢 但是是干嘛呢 But on TV 讲完是什么TV啊 是一个fast food advert 所以是TV Alvertisement 这个词老师刚刚也讲 忘了对不对啊 所以是我们的A选项 OK 好 第二题的就已经出答案了 我们就看一下就好了啊 In his latest film 在他最新的电影里面 Ashley has to learn to dance 他有dancing lessons 对吧 嗯 他又得唱 又得跳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个唱 他没有说要干嘛呢 没有说是要去学的啊 这是learn 所以这里面主要记得是 dancing lessons OK 咱们在画的时候 应该画画的全啊 这一整句 都是我们的答案句 OK 好 下一句啊 What does Ashley often do after filming 其实我们刚刚 读那个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知道 答案是什么了啊 是吧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直接去原文 去核对就行了啊 还那句话 让你理解了 这题真的不难 是不是 相反 如果你不理解 你会各种 所谓的技巧啊 其实都是 没有太大的用处 好不好 理解是第一位啊 他在拍摄完之后 会干嘛呢 他有说的啊 说 when we finish film each day 当我们完成这个拍摄之后呢 我不出去 我干嘛呢 sit in a bath for an hour 嗯 就是咱们的C选校 he has a long bath OK 他就泡很久的这个澡啊 OK number four Ashley is having fun at a moment because Ashley is having fun 就是现在玩得很开心哦 因为什么呢 因为 but I'm enjoying myself becaus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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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he is working with great actors 跟其他的演员啊 就是 好的演员工作 他非常开心 是不是 嗯 好 其他的就不对什么 not at school traveling a lot 完全没有提到 OK 这个其实 就出的不是很难啊 你要真的难的话 就是很有干扰 对不对 就是我 可能原文中提到了 但他又不是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 好 下一个 Do you remember five passages of lines 学这个午夜的这个啊 five passages of lines OK Ashley now needs 现在需要多久呢 刚刚我们讲过了 accorder表示一刻钟 一刻钟是多少分钟啊 fifteen minutes 是不是 掌握这个词 那么我们自然就会做题啦 OK Next one What does Ashley like about being famous 她喜欢什么呢 她说了 being well known is great 但她不感兴趣的是 buying a lot of a lot of expensive things or going out 她感兴趣的是 什么呀 Do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work 是不是 所以应该是 getting interesting work OK 好 No.7 What does Ashley think when he sees himself in a film 嗯 她其实说 其实她不是很喜欢 应该说 don't get excited 她并没有很 很那个激动啊 OK 她主要是什么呢 I know I'm getting better but I still need to improve 我知道我在进步 但是还不够 就是什么呀 He's not enough He's not good enough yet 她不够好 这个咱们前讲过 这个enough 对不对 OK good enough big enough 大家记得吗 你觉得她不够好啊 还要继续努力 是不是 嗯 好 所以这篇 就还OK哈 不是很难 对吧 嗯 你解了就好了啊 有的理解词 大家是比较陌生的 应该把它记下来 像accorder 对不对 哎 还有什么getting better 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用 现在进行时 表示这种趋势的啊 这个句子大家可以 当成一个例句去记忆 然后再碰到类似的时候呢 就不会那么的 就是觉得陌生了啊 OK 接下来是我们的writing part OK 那么 首先把一些 哎 连词 给她掌握一下 after that 其实这个咱们前面 也讲过蛮多的是吧 什么afterwards 之后 哎 and 这样的啊 咱们这里的是 after that 之后 then 然后 对吧 next 接下来 it's time for something it's time for doing something it's time for doing my homework it's time to go to school it's time for dinner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is time的用法很简单啊 我们要么是 is time for something 就是做什么 是时候了啊 OK 要么是什么呢 is time for doing 因为 something 名词嘛 我讲过 名词的地方 多半都可以用 ing 是不是我讲过这个的啊 所以也可以用for doing OK 在世界上我们用的那个to do也挺多的啊 it's time to do it's time to do 所以要么就用it's time to do something it's time for something 这个其实就够了啊 这个it's time for doing 嗯 OK 但是比较少 因为我用动词的话我就time to do咯 我用名字的话就time for something咯 是不是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关键点啊 OK 说文章写的关键语言点啊 第一个 use adjectives for describing people and things 要用形容词 adjectives 去描述人或者事物 对吧 比如说attractive 有吸引力的 brave 勇敢的 calm 冷静的 平静的 cheerful 兴奋的 convenient 方便的 对吧 形容词 很好用 OK 下一个 use linking words and phrases 用于什么呀 连词或者短语 就我们刚刚学的那些东西啊 像什么 and but so because although also as well in addition 都可以了 下一个 use an introductory sentence for each paragraph 就是说啊 我们每一个段落呢 可以用于这么一个什么呀 就是 叫什么呀 引出这个话题的这个句子 是不是 我叫引导句啊 Paris is a city of variety Paris is a city of variety A good job should be creative photography 刚讲过这个词的发音了啊 是什么意思呀 嗯 就我们前面是不是 说过这个啊 就是摄影课了 对不对 photography is a great hobby 那摄影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那种 就是一个 一个主句 对吧 一个 比较有 归纳意义的一个句子啊 引导句 引导这个我 会没有要说什么话题 对吧 好 然后陈顺颖的观点 give your own opinion I think it seems to me it seems to me that 对不对 或者说 I will say that I in my opinio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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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可以的啊 ok 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形容词 还要用一些连词 对吧 还有一些什么 引出话题的句子 而且要知道如何去表述你的观点 ok 大家就是 把这些词到认识啊 然后选一些 比如像这个连词啊 像这个观点句啊 就是你整结一道 两个 就两三个吧 差不多了啊 两三个 就是你最常用的 把用对就行了 就你不用记什么七八个啊 因为很多人 他的这个习惯不一样 你用两三个 你觉得还不错 但是你又用了对的 就够了啊 就够了啊 好 ok 好 那这个就 咱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啊 说选出每个开头段中 协订部分比较好的记者句啊 它这个直接就出来了 我们就过一下算了啊 我们来对比一下 到底为什么这个打勾得更好 ok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to keeping feet I don't really do enough exercise 诶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前面这句会 更好一些呢 你对比一下 现在我们是writing啊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后面这句没有任何语法错误 但是它有点点 口语化对吗 I don't really do enough exercise 就太口语化了 不像是个写作啊 我们写作还是要书面一点点 所以呢 就是说 尽量写的客观一些 不要太主观了 你看 你用我当主义 本身就有点主观 对吧 而且就 I don't really do 这非常的口语啊 这样的话呢 就不是很合适 ok 那我们说 oh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to keeping feet 嗯 做运动啊 保持健康呢 有很多好处 就是很客观嘛 是不是 debit 这个就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些客观的 比较书面化的表达 放在我们的writing里面 嗯 ok 下一句啊 some older people are not used to the internet 一些老人对internet的不熟 下一个 the internet has changed people's life in many ways 说这个 internet网啊 改变了很多人的这个 在很多方面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对不对 同样的 你发现没有 前面就比较的主观 然后呢 比较的口语化 是不是啊 你看这个就 哎 非常的 客观 然后 而且书面啊 the internet has changed 这个internet 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这是个客观事实啊 而且那是一些老人 他不喜欢 这就很主观了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writing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让他变得客观一些 好不好 ok next one teaching is a very difficult job 这是第一句啊 第二句说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teacher 很明显 是不是 这个右主观 而且好口语啊 我们前面的更好 teaching is a very difficult job 就是一个 陈述 一个客观陈述 对不对 大家有点感觉了吗 我们在writing的时候 用什么样的句子 更合适 对吧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啊 articles wanted 现在我要求你的是什么呢 ok what makes a good university 那一个好的大学需要什么呢 就是什么 能成为一个好的大学 对吧 what makes a good university is it the people who work there 是在家里工作的人 the facilities or something else 是你的设备 设施还是一些其他的呢 what makes a good university ok what sort of clubs and activities should a great university offer 一个好的大学 应该是提供 什么样的clubs and activities呢 ok 总的问题就是 what makes a good a great university 对吧 好 大家想一想啊 你的写作要包含哪些内容 而且你的目标读者是谁 对吧 那我们要分几段呢 大家可以简单列个题纲啊 就是你的大概思路是什么 对吧 嗯 ok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啊 我们大概可以怎么写呢 ok 嗯 首先你认为一所讨大学 应该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来就是简单的 brainstorm一下啊 ok a great university should have after class activities of course ok 你不能是光上课 对不对 好 what else teachers in a good university teach well and we learn new things of course 对吧 那老师一定是要教的好 然后呢我们要能学习到新的东西 对不对 嗯 这样呢也可以什么呀 就是鼓励我们啊 去探探索啊 这个一些更有趣的东西 是不是啊 嗯 好 而且设施也要好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去写的时候 你可以讲 一个好大学可以具备多个要素 对不对 因为不能说有一个点就成为一个好大学 还得什么啊 综合一下 是不是啊 是有很多的要素啊 aliments ok 那有什么样的facilities呢 那我们有说什么呀 a large bright classroom 啊 有非常大的明亮的教室啊 with space ok is more comfortable 就是说这个教室一定要舒服 明亮 哎 宽敞 那不止这一些啊 what else 比如说有没有很多的这个电脑的这种设备 对不对 比如说什么 呃 那种audio rooms 啊 那种语音房啊 就是可以就是大家去录音啊 或者说去上那种语音课的时候 各种设备一般的学校都是有的啊 还有各种实验室啊 实验设备有没有啊 对不对 各种体育器材有没有啊 有没有gym呀 有没有这个 哎 就是 呃 叫什么呀 那叫gym 啊 就是那种体 就是做体育活动的地方 有没有专门这样的地方 是不是 哎 那有没有stadium 哎 体育场 对不 哎 就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去讲一下 就你心目当中 你觉得一个好的大学应该具备什么 你在比如说宿舍呀 哎 这个环境好不好 应该就有哪些 facilities 对不对 都可以去谈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都列这么一个东西啊 就你可以去列一个提纲 也可以列这样的一个思维导图 都是ok的 好不好 咱们 呃 不是一定要用这个形式啊 关键是内容 ok 然后你去讲一讲 如果有可能的话 想想为什么啊 我为什么需要这个一个好的 dormetry 或者一个好的这个 polar residence 对不对啊 因为 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去讲一讲 哎 然后最后呢 我们把这些点啊 给它综合起来之后 挑选几个 就是最合适的 或者最好说的 放到我们的writing里面 我们不是每一点都要去讲啊 好不好啊 因为我们有时候 有些字数要求啊 对不对 还有些别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挑几个最合适的 就可以了 嗯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啊 ok 它的要求是 我们在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呢 要回答下来的问题 ok 第一个文章中是否包括了所有的任务要求啊 就是我们写着经常会考到的一个平线标准叫task response 对吧 就是你是不是完成了他所要求你的一个任务 ok 第二个回答是不是分段了 ok 分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啊 对我们的写作来说 第三个回答是不是使用了linked words啊 这个连接词 ok 这边呢 老师在跟大家额外的添加一个要求啊 就是请大家看一下这篇文章当中有没有一些错误的地方 是的 这篇文章有一些错误啊 是需要进行改正的 或者说有些地方是需要调整啊 让它更符合规范 更符合逻辑的 好不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把这篇文章啊 进行一个调整 让它变得更加的就是合适 ok 来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 What makes a great university? 这是我们的标题啊 In my opinion 上门就开门见商对吧 你上来啊 上门就说了我的观点是什么 ok 很直接啊 In my opinion In a great university The students enjoy being there 学生们就喜欢在那儿 Because the teachers teach well and they learn new things every day 他们能够学到很多的新东西 然后呢 老师也教得很好 这的确是一个好大学 应该具备的对吧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第二段 也是第二个点 The classrooms are large and bright and there is enough space for everyone 这个教室啊 要大 要明亮 对不对 每个人都应该有足够的这个空间 ok 好我们来看下一句啊 When we were in our freshman year 什么叫freshman year 指的是大一的时候啊 新生那个时期 We didn't used to start class until nine o'clock ok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点点小小的错误 这里我们先两个问号啊 等一下呢 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好不好 下一句 I believe that a later start to the day is better 好 这里的逻辑也请大家思考一下啊 ok 咱们不管就是在外国是什么情况啊 大家就看 如果是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 大家觉得这个逻辑有没有一点点很奇怪啊 ok 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啊 I also feel that a great university needs a wide variety of clubs 还需要有各种各样的clubs ok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啊 这个a wide variety of 就相当于什么呀 a wide range of 就是很多很多 ok in some universities students can do interesting things like making films blogs music ok 就是说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 做电影啊 写博客呀 对吧 做音乐呀 well at my university 做了一个对比哈 at my university we can only choose between football and basketball 所以大家发现这道话的一些小小的问题了吗 大家思考一下啊 ok 好的 这样我们边思考啊 边来看一下我们前面三个问题啊 他是不是已经满足 第一个 他是不是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任务要求呢 哎 我们前面是说什么呀 去讲一讲 哎 这个 一个好大学的一些因素 对不对 他其实都提到了啊 对吧 需要这个学生们喜欢那儿 对不对 有好的老师 学生们能够学到新的东西 对吧 教室有明亮啊 地方要大 是不是 然后呢这个学校还能提供什么 各种干的俱乐部 提到了很多因素啊 ok 那它是否分段呢 也分段了 对不对 哎 分段了啊 没有问题 也分段了 对不对 好 那是否使用连接词呢 我们来找一找啊 有没有一些连接词 哎 这里面用了一个end 好 还有什么 我们再看一下啊 嗯 我先找一找 end 是吧 哎 还有一个also 所以呢 用到了部分的这种 linked words ok 好 那也算是符合要求了啊 当然其实有些地方 我们还可以给它 就是连接的更紧密一些 哎 ok 等一下我们会给它improve一下的啊 我们先来看它是否 是否基本符合要求啊 所以说呢 在一个 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啊 就是说它基本是符合要求的 对吧 哎 既分断了啊 也基本上回答了啊 这个writing 需要你做到的事情 对不对 也是用到了部分的连接词 ok 好 现在 到我们的第四个要求了 它到底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哪些地方 我们还可以提高 哎 第一个就是语法错误 ok 就是老师刚刚这里打问号的地方 说当我们在 这个大一的时候 ok 那他这里用的过去式没有问题 对吧 表示他现在已经不是大一了 这是一个过去的时间 所以他用过去式没有问题 ok 那我们不习惯 直到九点才开始上课 until是直到嘛 对不对 那习惯做某事是这么说的吗 不是的啊 但是很多同学也会犯和这个文章相同的错误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use的用法 好不好 use一般就是什么 表示这个使用的意思啊 但是呢 如果我们稍微的留心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将近到这样的表达 比如说use to do something 这什么意思啊 要是曾经做某事 或者说过去常常做某事啊 ok 我们把这个意思给他写一下啊 就是曾经做某事 或者说过去常常干嘛 好 那如果你想表示习惯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叫be used to something 这个to后面跟的是名词 be used to something 叫习惯于某事物 同样呢 我们之前讲过的啊 能用名词地方 我们就可以用多名词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想表示习惯做某事的话 我们是be used to doing something be used to doing something 这叫习惯做某事 当然了 你也可以用get used to 这里get used to 就跟那个be used to是一个道理啊 所以这里的get used to something 就等于be used to something 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老师总结的这块 明白了为什么这句话是错误的了吗 应该是be used to 才表示习惯于吗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把这句话改一改啊 那就应该是 前面咱们就不写了啊 就是when when we were in our freshman year 把声音波乱号表示啊 豆号 we 我们一样要用过去诗嘛 对不对 we were not used to starting class until nine o'clock 是不是啊 nine o'clock ok 对吧 这就是啊 当我们还在大一的时候呢 我们不习惯于直到九点 才开始课程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的语法就正确了啊 这个含义 ok 大家明白了吗 要这样去改啊 这样去改 好 然后就是那个老师前面提到的那个后面逻辑问题啊 他是想说 哎呀 因为他是高中到大学嘛 刚到大一的时候呢 不习惯直到九点才开始上课 也就意味着他可能是希望 这个课开的更早一点 对不对 反正咱们中国的国情是这样的啊 对不对 咱们高中的话一定是 还是早上的课是很早的啊 ok 所以呢 咱们后面如果改成 I believe that that what 如果咱们把这个 a later start 改成an earlier start to the day is better 大家觉得会不会 这个逻辑更适合咱们啊 就是说 直到九点啊 才开始上课 我们不习惯 那我认为呢 一个 每天更早一点的开始啊 是更棒的 大家觉得这样是不是更符合我们的逻辑啊 至于为什么用an 因为它是原因开头 对不对 就是an earlier ok 大家明白了吗 就这两个地方啊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一些语法和这个逻辑错误 那希望大家以后在自己的 writing的这个文章里面 也是要注意这些小细节 好不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啊 也是我认为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格式的问题 在我们正式的写作当中 formal writing 不正式就不说了啊 咱们讲的是正式的写作 比如说像你以后啊 我们的雅思写作 就远的不说啊 就是咱们进的雅思考试的写作 那么这个不符合要求 你再往远一点说 就是你出国之后啊 你们在学校里面啊 要提交各种各样的论文 对不对 平常的小论文啊 期末的大论文 对吧 或者说甚至你的学位论文 那么这个格式 就是也是不符合的 对吧 所以说 那么老师今天呢 要跟大家讲一讲啊 就这种这篇文章 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的formal writing啊 正式写作的一个格式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好不好 好 我们有两种格式啊 第一种叫现代齐头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每一段啊 每一个段落 全部顶格写 就是不需要什么 给它缩进去啊 但是呢 段与段之间 一定要空一行 你看啊 我们这个段落 其实就是顶格写的 对不对 你看没有钱 没有空格嘛 顶格写的 可是它段一段之间 没有空一行 所以老师说 这个不符合我们 正式写作的格式 大家以后 也要尽量避免这个问题啊 咱们现在竟然开始 学习了这个雅思 对吧 或者说我们在 提高我们的英语啊 那咱们这个格式范例这块啊 我们首先啊 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咱们先不说 写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啊 格式 保持一个跟咱们 之后正式写作 一样的这个结构啊 会好很多 好 那么第二种叫什么呢 叫传统的缩进式 就是我们 那个每一个段落的 最第一个单词啊 我们要给它缩进一下 那怎么缩呢 要求是 每段第一个单词 往右缩 四个字母 断与断之间 不需要空一行 就是如果 你用传统那种形式啊 那咱们那个 中文的那个写作很像是吧 就是你前面 要缩进一下啊 这样的话 断与断之间 就不用空好了 OK 这两种都可以 都可以 包括说大家后面 去写论文啊 就是你的那个 本科论文也好 研究生论文也好啊 都是一样的 它都会 就是这两种形式 全部OK 好不好 这是非常正式的这个 writing的格式啊 OK 所以 那么我们刚刚 这个文章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等一下老师也 把这个文章 进行了一个修改 然后把格式 也跟大家弄好了啊 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formal writing 应该是怎么做的 好不好 那么在我们以后的 不管是writing作业啊 还是其他的一些考试 那么大家都保持 这样的一个格式啊 好不好 OK 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啊 好 接下来我们往后看一下啊 那 我们如果是自己去写的话啊 我们怎么猜忍去 玩这篇文章呢 所以大家 要想一想 我们前面不是 进行的brainstorm吗 头脑分爆啊 有好多这种 就是大学应该具备的特点 是不是 你可以在咱们刚刚这个文章 基础上进行一些改正 修改改编 应该说啊 我跟他写的不一样 是不是 因为我对于一个好大学的 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啊 或者呢 你可以完全写你自己的想法啊 只不过呢 借用刚刚那个什么呀 结构 因为那篇文章 从整体上来讲 还是OK的啊 就是说 他基本上把该完成的任务完成了 OK 好的 接下来啊 老师给大家啊 准备了啊 一个现代七头式 还准备了一个传统 缩进式啊 大家都看一看 同时呢 老师也把一些 我觉得可以改的地方啊 改了一下 但是这个大的框架和大铁的内容 老师是没有改的啊 好不好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你看 就是顶格写 但是我每两段之间都是空一行的啊 OK In my opinion A great university has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talented teachers 这里面给了一个全新的句子啊 说一个好的大学啊 有什么呀 就有很多那些有才华的老师 researchers 研究员 and students 把一个好大学应该具备啊 有才华的老师 那些也有才华的研究员 还有学生 都缺一不可啊 什么叫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concentration是集中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 那些老师啊 研究员啊 学生都是集中在一块了 对不对 高度集中啊 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意思 好不好 in addition 老师 你们用了一个连接的啊 叫in addition 另外的意思 in a great university the students enjoy being there and they learn new things every day 老师就是基本上 用到了咱们前面那种 这样的那个句子啊 但是呢 稍微做了一点点改变 ok 为什么呢 大家对比一下啊 他这里写的是说 students enjoy being there because teachers teach well and they 大家发现这个问题没有 就是这个they 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到底指的是 teachers 还students 因为你前面都提到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还要通过这个逻辑去分析 哦 这里面应该是 指的是学生 对吧 但是这毕竟有一些歧义了 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 也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对不对 所以说的不清楚啊 而且呢 因为老师前面不是 加了一个什么有才华的老师 这样的一个内容嘛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小段 给他掐掉了 就写的是 students enjoy being there and they 这个时候就一定指的是students了 就不存在 任何歧义的情况 出现了 对吧 他们学生们啊 每天都能够学到新的东西 OK 第二段 more over 就是一个连接词表示 另外 和刚刚这in addition 是同一词啊 more over 另外 the classroom of OK 老师把这个说得很清楚啊 前面原文写的是 the classrooms 老师呢 加了一个啊 more over the classrooms of a great university should be large and right and there's enough space for everyone 后面老师没有改啊 OK when we were in our freshman year we were not used to starting class OK 就像老师刚刚这个语法的这个形式改了啊 OK I believe that an earlier start to the day is better 好 那整个后面的话呢 老师就几乎没怎么改了啊 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 首先格式正确啊 然后呢 也把这个语法错误也修正了一下 把这个逻辑呢 也变得更加的完美了 是不是啊 这样的一个文章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统缩进式 OK 那么 安正老师刚刚说的啊 我们要缩进去四个字母 对不对 然后呢 两段之间不空航 就比较的 可能大家更习惯这种形式啊 就我自己的话在这个 传统的这个缩进式也好 这个现代的漆头式也好 我是都用的啊 我是都用的 大家可以都尝试一下啊 然后呢 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雅思写作的话 你看看你更喜欢哪一种呀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一定找一个你最习惯的一种写法啊 OK 但是呢 另外一种你也要知道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写作部分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主题的内容了啊 我们学到了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文具啊 对吧 Level OK Practice 各种相关的词汇啊 OK 然后呢 学到了我们的这个have to must should 他们的一个用法 以及一些他们之间的区别啊 我们的一个辩析 是不是啊 嗯 好 接下来 就我们的下一个主题 different subjects 啊 更加的这个和我们的校园生活有关系了啊 不同的科目 哎 那我们首先肯定得学各种科目啊 是不是 different subjects 语文 数学 英语 生物 化学等等之类的 我们应该怎么去描述呢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 呃 口语当中啊 咱们的第一个话题就很容易考这个 你的个人信息 对吧 哎 你的专业是什么 哎 你的专业是什么 哎 你的回答 回答出来啊 啊 OK 而且在我们的听力里面呢 也会涉及到相关的一些听力的啊 内容 OK 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Chinese 啊 语文 是吧 语文 OK 那 汉字怎么说呢 我们叫Chinese characters OK Chinese characters 有这个汉字怎么怎么样啊 OK Chinese characters OK Math 叫数学 数学 OK 这个加S和不加S都可以的 一个英识一个美识 好不好 都一个英识一个美识啊 Math 但是呢 大家就现在可以加一个S啊 就我们叫得更多一些啊 但是不加S也行的啊 下一个English 英语 History 历史啊 大家可能会读的是History 啊 那么还是那句话啊 两种发音都行 都行 但是我们雅思考试 是经常会说History的 所以大家 如果是不熟悉的话 也可以读根读几遍啊 那这样的话两个发音都会啦 好不好 下一个Geography 啊 最中音啊 Geography是什么 地理 地理这个科目啊 好 这个科目 我们刚刚说过了 对吧 Photography 啊 最中音啊 Photography 摄影 好 下一个Technology 技术 Technology OK Next one Science 科学 科学科 是吧 Science class 下一个Chemistry 化学 Chemistry 之前咱们讲过那个药电的什么 Chemist 是不是啊 肯定跟化学相关嘛 所以这两个词也是个同根词啊 Chemist 药电和这里的化学 Chemistry 是同根词 Next one Physics Physics 是什么呀 物理学 Physics OK Biology 生物 生物学 OK 好 现在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很多的学科了啊 我们move on 下一个叫Economics Economics 经济学 Economics OK Literature 文学 Literature OK Next on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对吧 这个信息科技 IT 这些都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 但是如果这些词的发音呢 拼显如果不熟悉的话 一定要课下重点去记忆啊 因为这都是我们听你的答案词 好不好 Next one Music 音乐 Drama 戏剧 对吧 戏剧 Art 这个美术啊 或者说艺术 OK 就是各种课程啊 好 现在我们来 拼显一下刚刚这些词汇啊 就是标基础呢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考试也好 生活当中也好 是非常非常的常用的啊 来 第一个 从这个A开始看啊 这是什么呀 Physics 物理 对不对 Physics 好 第二个是什么呀 这应该是一个 Iceberg 冰山吧 所以呢 我们就选择 Geography OK Geography 好 Next one 这拿了一个试管 是吧 所以应该是 Chemistry Chemistry OK 第四个 这个 对吧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啊 这应该属于 比较遥远的时代了啊 OK 我们叫History History OK Next one 这是一个Skeleton OK 所以它属于Biology Biology OK F 它在画画 是吧 所以我们说是 Art Art OK Next one 在讲数学题目 是吧 有这个好多数字啊 所以应该是Math Math OK 这是English 对吧 在讲各种 英语方面的一些内容啊 所以呢 我们选择是English H H OK Last one 这是一个 Guitar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 Music 是吧 Music OK 好的 希望呢 我们这样练习下来啊 大家对这些词啊 又巩固了一下 好不好 不同的学科啊 应该怎么说呢 OK 接下来啊 Two questions Which is your favorite subject and why 这个口语特别需要问啊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啊 Which is your favorite subject 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科目呢 Which is your least favorite subject 就是你最不喜欢的啊 Least favorite subject Why OK 这里有two sample answers 一个范例啊 I like math the most Because it's interesting and useful I can learn a lot from it 这实话 这要抽象吧 OK 其实我更希望大家 那个答案里面 更加的就是 接地气 烟火气息 对吧 你就可以直接说 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因为你对他感兴趣 对吧 这肯定是他 有趣 这肯定是的啊 那为什么你会 对他感兴趣 为什么会有趣呢 你可以再讲一下 生成的原因 或者说你再描述一下 你的感受 每一次我学这个课 的时候什么呀 我就忘记了所有的 所有的事情 对吧 I almost forget everything 我就沉在这个世界里面 是不是啊 这个更真实一些啊 或者说 这门课能带给你一些 benefits 一些好处 我觉得这样更加的 就是接地气一些些啊 OK 当然这个答案没有问题啊 就大家可以去 尝试着去写你自己的答案 好不好 下一个 我不喜欢的啊 I don't like physics very much 我真的是非常不喜欢 这个物理学 because it's hard 因为难 任何你不喜欢的学科 都挺难的 你要觉得不难 就不会不喜欢了 是吧 I'm not good at it OK 没有问题啊 答案很简单 但是我们还可以说的 更点什么一些 你比如说 我可能就不喜欢数学 对不对 因为数学 is too complicated 太复杂了啊 那我觉得我 I'm not good at it 还可以去继续描述一下 对吧 每一次我上数学课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头都要爆炸了 是不是 就很真实 对吧 或者每一次我碰到数学考试的时候呢 我就很痛苦 这都可以的呀 还是那句话 跟自己的生活 学习 工作 扯上一些关系 你的答案就会更加接地气 这个是老师前面说过的啊 好不好 大家可以自己去写一个 就是你真实情况的一个答案啊 让我们的考译考试一定用得上 好 好的 然后呢 老师这边呢 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 就是跟这个前面两个答案啊 不太一样的参考翻例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 我们在描述喜好的学科和 不喜欢的学科的时候啊 我们还可以这样去描述 对吧 老师刚刚一直在提这个烟火气息 这四个字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还可以怎么作答 OK 第一个问题 Which is your favorite subject 那你最喜欢的学科是什么呢 老师这边给了三个学科啊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你喜欢的学科 但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参考老师答案 去做一个 你属于你自己的改编啊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啊 My favorite subject is physics 我最喜欢的学科是物理学啊 这个一定其实不是我的真实想法好不好 我其实很不喜欢物理学啊 OK Because it's too hard As I have great interest in knowing how things work and the signs behind various activities 以及什么呢 以及什么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 各种各样的运动 它背后的科学 物理学不就是研究这个的吗 The signs behind various activities 比如说打雷啊 闪电呢 它背后的science到底是什么 Happening around us 就是一个修饰activity的一个分词形式啊 就是什么样 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什么样 各种各样的activities OK 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的 就是语法用的非常的丰富 对吧 然后呢又没有很复杂 大家把这句话可以好好的就是 就是多读几遍啊 然后可以尝试去模仿一下 OK Also 连接词啊 I think physics can help us learn more about our mysterious universe 还能够帮我们了解什么呀 我们神秘的宇宙 只包括说我有时候觉得 物理学有那么一点点有趣的时候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 它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呀 了解更多宇宙的事情 宇宙多么的大呀 很神秘啊 OK 所以呢 就是老师给的一个关于physics的一个答案啊 当然大家可以做一些改编 不管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好不好 这些表达你都可以用得上 是不是啊 嗯 你包括像这个化学 还不是那science behind various activities 对不对 它其实很多学科是相通的呀 是吧 好 第二个 history 有没有喜欢history的同学啊 history is my favorite subject as I have learned so many things from history books 对吧 因为我从这个历史书上学到了好多东西 那此话怎讲呢 我就要给他描述一下了啊 and I realize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us to know our past to build the future OK 大家看一下这个句子啊 我意识到 这是一个 下句的感叹啊 我意识到啊 对我们来说 了解我们的过去 构建我们的将来 是多么的重要啊 就这个 对吧 这个很重要啊 就是学历史 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些东西啊 OK I realize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us to know our past and to build the future OK Learning about the past 了解过去 is something that gives us essential knowledge about our country heritage the world we're living and about the human race as a whole OK这句话也是很长啊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在写句子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就是 不用像老师写那么长啊 你可以把它变成短句 好不好 比如这里面就是说 了解过去 什么呀 很重要 你可以就 Learning about the past is very important 你可以把它简单一点点啊 好不好 大家就是 可以借钱老师的某些 短语 某些表达 你并不是一定要 就是 直接给它背下来 没有必要 好不好 你可以比如这句话 我们把它分成好几句 我们可以怎么说啊 像刚刚的 Learning about the past is important history can gives us essential knowledge about our country and heritage 说这个历史啊 能够怎么办啊 给我们就是很多的一些 很必要的 很重要的知识 关于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国家呀 我们的传统啊 是不是 我们这些 从古到金流 下面那些什么 文化遗产呀 都可以去讲呀 就第二句 对不对 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 Learning about our history 或说 learning about the past can also help us learn about our world 还能帮助我们 了解我们的世界 our world 对不对 当然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是有点 想想啰嗦 但是口语就无所谓了 就是你可以用 几个排比来说 学习历史 或学习 这个过去 能够帮助我们 干嘛干嘛干嘛 你不需要把它写成 这样的一些比较复杂的句 像从句之类的啊 没有必要 好不好 大家要学会去改成 简单的句子啊 ok 好 然后说我们可以了解 我们居住的世界啊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人类啊 这个话里就很大了啊 就是历史 就是还是很有底蕴的啊 就是我觉得历史 还挺有意思的 ok 好 下一个 my favorite subject is math ok 和咱们前面的那个 比较短的那个参考答案 是很类似的啊 但是老师呢 这个就是稍微 给了一个例子 ok because I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numbers since I was a kid 自从我是个小孩的时候啊 我就一直什么呀 对数字感兴趣 我这里说得很清楚了 对吧 我喜欢数学 是因为我从小 对数字就感兴趣 你甚至可以说 I'm good at numbers 我很有天赋 你可以补这么一句啊 是不是 every time I solve a math problem 每一次呢 我解决一个数学问题的时候 I will have a strong sense of achievement 我就有很强的这个什么呀 成就感啊 a sense of achievement 成就感 这个强烈的 放在这个sense的前面啊 因为sense是感觉的意思 大家如果就这个strong呢 可能比较难去说的话 大家就可以直接说 have a sense of 就可以不用加这个strong 表示强烈的 好不好 还是可以不加的啊 好 以上三个关于学科的描述啊 大家可以就是 互相的组合一下啊 毕竟有些学科啊 其实跟他们有共同之处 对不对 那正好就是你喜欢的学科 有的那个优点 为什么不说上呢 好不好 哎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不喜欢的学科 要怎么去说啊 which is your least favorite subject ok 又是physics 这样老师有点筋分是不是啊 我喜欢在有我喜欢的理由 不喜欢有不喜欢的理由啊 physics is probably my least favorite subject probably 就是很可能 ok 觉得委婉一点啊 是吧 很可能就是我最不喜欢的学科了 为什么呢 I think one of the past reasons is that 我觉得最可能的原因之一 啊 老师这个说得很严谨了啊 最可能的原因之一 很多时候 我不喜欢一个学科 我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对吧 就是不喜欢嘛 对吧 有时候是这样的呀 嗯 是什么呢 the physics teacher quit the first day of class and the chemistry teacher was chosen to teach us 好 我们来看这句话啊 首先 我描述说 以前像这个 呃 第一节物理课的时候呢 老师怎么样 没有出席 然后是一个 化学老师带我们上的课 我就第一印象就不是很好 所以呢 就 可能啊 造成我后面对物理学 就不感兴趣 对吧 哎 好 这样一个理由啊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这个quit quit表示离开 啊 就是说 没有做什么啊 OK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后面用的是 what was 过去式 为什么我前面quit没有呢 哎 其实这个词就是过去式啊 这个quit 它的过去式啊 可以是 它本身 quit 也可以是 quitted 都可以的啊 同学们啊 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错 它用的确实是过去式 嗯 好 然后呢 那个 the physics teacher quit the first day of class and the chemistry teacher 化学老师啊 was chosen to teach us OK 那这是 我觉得很有可能的理由之一啊 然后老师给了一个理由 also 或者in addition moreover 都是可以的啊 physics is too difficult for me especially those complicated theories and calculation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物理啊 就特别的困难 特别的难 特别是那些复杂的 complicated theories and calculation 那些复杂的理论 和什么呀 和这个计算 这个大家应该学过物理同学都知道啊 特别是物理不正常的同学啊 我就觉得这个物理的理论太多了啊 又很抽象 是不是 当然其实这个也可以和我们的数学挂上钩 因为数学也差不多 对不对 偶尔我们数学如果不擅长的话 其实物理也会有困难 因为数学是什么呀 是一个foundation 是一个基础 对不对 你看这个科目 其实和别的科目 也有一些共同之处啊 OK 好 来看下一个啊 我们前面说喜欢数学 最后有人说不喜欢数学啊 OK my least favorite subject is math actually I'm not bad at it 其实我做的 我还不是 就真的是不擅长啊 就是I'm not bad at it 就是我 其实是good at it 但是我不喜欢 为什么啊 这个就很特别了 是不是 这个就很真实啊 很多时候 你不喜欢一个学科 并不是说你真的是 这么学科就是成绩不好 也并不完全是 对不对 但大多数是啊 那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造成了呢 人家就想听下去 对不对 很真实 很接地气啊 on the country 事实上我并不是不擅长 相反 on the country i get a good grade in math 我这个成绩还不错啊 是不是啊 我这个数学的这个成绩还挺好的啊 get a good grade but I think math is not fun 但是我觉得 数学没啥意思 it's not fun especially geometry 几何学 因为数学有代数啊 有几何学嘛 就是它有很多分支啊 特别是geometry 这个几何学 我觉得特别的无趣啊 and it gets harder and harder every year 每一年都越来越难 是吧 it gets harder and harder 一个比较急 就很真实啊 就你刚开始可能觉得啊 好像还可以 然后越写越难 越写越难 但也会就是 打击你的这个积极性 对不对 然后说 I also get really stressed out before math exams 然后 而且啊 每一次数学考试之前 我就压力可大了啊 这个叫stressed out 是一个非常地道的 口语表达 表示我压力很大的意思 stressed out I'm stressed out with my exams 我就是 考试压力很大啊 嗯 okay which is never fun 考试永远 是最没有意思的 okay 其实这个可以适合各种科目 就任何 你可能 就是成绩 一般 或者说你任何觉得 考试压力的 都可以用到这一点 是不是啊 所以虽然说 老师这边只给了两个 你不喜欢的学科 但是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什么呀 通用的啊 别的学科也可以用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相信 有了老师这两个 示范的话 大家应该对 别的学科 也能够去 谈一谈 喜欢 或者不喜欢的理由了 okay 更重要的是 老师这个答案里面 没有太多 很复杂的词汇 对不对 当然这里面 math有个 geometry啊 这个几何学 但是呢 大家也可以不说嘛 是不是 你就说它 没有什么意思啊 但这个其实已经是 数学术语里面 比较好读的一个单词了啊 就是如果你为了 展示你的词汇量 show your vocabulary 就那些把这个词 学习一下 geometry 也是一个非常基础 又很实用的单词 好不好 还有些短语啊 像on the contrary 什么actually 对吧 also 那么over 这样的一些词 大家可以就是 用一用啊 还挺好用的 是不是 好了 这就是啊 老师给的两个示范啊 完了吗 还没有完 老师还要给大家 补充一些别的东西啊 那么 不管大家现在处于 什么阶段啊 是初中生也好 高中生也好 大学生也好 还是说 咱们已经可能工作了 都没有关系 我们在谈论这个 学习的这个科目 或者是专业的时候 有哪些表达 是我们一定能用上的 对不对 像比如这些科目啊 大学它就不学了呀 是不是 因为大学是选拟的专业的啊 就是这个 比如English 对吧 或者说Math 它就定好了这个专业啊 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这个subject 那我又该怎么去谈论呢 是不是 所以老师呢 给大家再一次拓展了 和专业相关的 一些其他的表达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或者说在考试的时候 特别是口语的时候啊 能够用得上的 OK 是分了几种不同的情况啊 初中生高中生 放在一起说的 大学生毕业生 就已经毕业了啊 OK 大家看一看 就是你能不能用起来 OK 嗯 这个是一个 不要让大家掌握啊 就是给大家一个拓展的东西 大家就是各取所需啊 如果你是初高中生 OK 你就可以把这块稍稍的练一点 如果你是大学生 对吧 你就可以把这个练一练 如果你已经毕业了 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好不好 不要让大家掌握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自取即可 第一个 我们可以说 如果你还是比较小啊 Well Currently Currently相当于是 At the moment Now 表示 现在啊 Currently 这个其实是 我现在是一个什么呀 高中 初中生 Junior high 初中生 High school 就是高中生 好不好 这里咱们加一个 呃 加个罐词 OK I'm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或者说 I'm a high school student OK Starting at 某某学校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句话 它有个分词啊 Starting at OK 学会了吗 我是一个初中生 怎么说啊 I'm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I'm a high school student Starting at某学校 And I have been studying 那我一直在学什么科目呢 你可以学很多科目嘛 包括咱们请讲 什么生物啊 历史啊 科学啊 等等一大堆 是不是 都可以就是 去跟说出来啊 你可以说好几个学科啊 什么五六个都行的啊 OK 好 I have been studying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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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g these subjects 在这些学科当中 这个among 表示在 在三者和三者以上 当中 我们用among 非常好用啊 OK 在这些学科当中 Among these subjects 某某学科 A beauty history is my favorite subject I have great interest in it 我觉得他很感兴趣 对吧 你先讲了啊 我是在某某大学啊 是一个什么阶段的学生 我学了什么科目 然后哪个科目呢 是我最喜欢的 原因是什么 那这个原因的话 就可以用到我们前面 讲的那些原因了 是不是啊 大家可以再往后说 所以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介绍 对自己学习情况的一个介绍 大家 学会了吗 OK 好 那如果你是上大学了啊 那我们可以说 well currently 也可以这样说啊 现在I'm a 你是大级的学生啊 这个怎么说呢 跟大家拓展一下啊 大一的话 我们可以说 freshman 没有问题啊 那我们可以说 I'm a first year student 仰斯 Testing 就很简直 演技能表达啊 I'm a first year student 那如果大二呢 我们可以说 second year student ד三我们可以叫 third year student OK 那大四怎么说呀 我们可以说 final year student OK final year student 加连字符就相当于是个形容词啊 first year student, second year student 你看你是大级就直接去描述就行啊 比如说我是一个大二的啊 假设 well currently I'm a second year student studying at某某大学 是不是啊 majoring in what? majoring in English Studies 那我是英语专业的 对吧 你可以这样去说啊 majoring in engineering OK 或者什么computer science 这算机科学对不对 大家就是把自己的专业填进去就可以了啊 I'm really fond of my subject 或说I really like my subject because my course 那我非常喜欢我的专业是因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的那些理由又可以用得上来呀 对吧 我们是大学生 我们还不是可以讲啊 我对他感兴趣 因为什么呢 我从小对什么什么感兴趣 对吧 然后我可以了解到什么什么什么 学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那还可以谈 我有没有一门不喜欢的科目呢 为什么 对吧 你都可以去啊 进行一个补充的一个描述啊 同学们 那如果你已经毕业了 工作了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Well now I have graduated from 某某大学啊 我已经毕业了 I have graduated from 某某大学 I used to like 我以前是最喜欢什么专业的啊 或者我以前最喜欢什么课程啊 都可以说啊 I used to lik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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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st as 再把原因谈一谈 就是虽然说我现在毕业了 对吧 我可能现在是没有学什么科目啊 但是我也可以去谈一下我以前学习的科目啊 对不对 因为口语考试它考察的是什么呀 它是真的想知道你喜欢什么科目吗 它跟你素不相识 它为什么想那么了解你呢 所以关键不在于什么呀 你答的什么内容 而在于你能不能够去用英语表达你想表达的内容 这个才是他所看中的 所以我们口语考试考察的并不是 哎 你今天是喜欢什么 你到底喜不喜欢 哎 你为什么不喜欢 I don't care 我我看的是你能不能正常表达出来 哪怕这个并不是真实的 这个同样的道理 虽然你毕业了 你可能没有去学什么科目啊 但是我可以去讲我以前学习的什么科目吗 这不就是你考察我的目的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大家也可以用到咱们第二点的啊 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情况 I used to 或者用其他的过去试也可以啊 然后再补一句 by now I am studying English 现在我在学英语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雅思考试的时候 that's why I'm here 所以我今天在那的考场上面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很真实了 考官一定会笑的 by now I'm studying English and preparing to further my studies next year 然后呢准备什么呀 去深造 就是further 就是进一步去学习啊 further my studies next year 就我要再多学一下我的专业啊 OK明年 所以我要考考这个考试了 对不对 大家学会了吗 嗯 还是那句话啊 重点是啊 对于咱们今天这个主题来讲 是首先要去会描述各种学科啊 在这个基础上呢 去描述一下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学科 与这个学科相关的一些特点 或者说你不喜欢这个学科 那你的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属于它的特点 是让你特别讨厌的 对吧 哎 好 然后呢 我们还要能够把它用到别的科目上 也就是说 以后只要让你谈科目 我都能够脱口而出 拿来就用 哎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哎 还有时间 还有精力啊 我们还可以去了解一下 哎 我们完完整整的去介绍 我整个的一个学习情况 该怎么说 对不对 哎 用把这个和咱们前面的内容 进行一个结合啊 就是一个非常系统的 整体的内容 好不好 更完善一些啊 大家 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都可以把它整合一下 好不好 我们要学会整合信息 大家 明白了吗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study和learn的一个对比 好不好 他们都是学习的意思 毫无疑问 对吧 那我们再说 学习某学科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用 I study English I learn English Both ok ok没有问题 他们有点点小小的区别是什么呢 呃 learn 它强调通过学习 或者知识或技能 也可以指向某人学习 或者某处学习一门技能 啊 等等 比如说 I want to learn how to drive 哎 我想什么呀 学习一下怎么去开车 I learned a lot from my father 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少说什么 I study a lot ok 更多是用经验啊 是吧 技能啊 而study呢 强调学习的过程 比如说 If you study hard 嗯 很少说 If you learn hard 对不对啊 You will learn English well ok 好 Teach 表示教 对吧 另外一个名词叫teacher 对吧 教的人 当然是老师了 ok 好 下一个 sit 就是sit down 坐下来的那个坐 take an exam 考试 take an exam 注意啊 它是原音开头 所以是an exam ok 那if we pass the exam we are happy of course ok 就是通过这个考试了 if you fail the exam ok you will be very sad ok fail 就是什么 失败了 就是没有通过 对不对 ok 但是呢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什么 try to improve ourselves 要尽可能的提高我们自己 对不对 先去拿到 get an A ok 然后拿到A 照哪个成绩 ok get an A 好 我们来做几个选择题 来 第一个 my mom teaches or learns or studies English to children 很明显是什么呀 teaches my mom teaches English to children 他教小孩子 英文 对不对 好 next one you have to 刚刚讲过have to 是不是啊 have to表示 不得不 不得不 you have to what at university 是teach hard learn hard or study hard 很明显是study hard 对吧 你得努力学习呀 study hard I want to what how to play the piano I want to learn 是不是啊 I want to learn 学习这种技能 我们会用learn 对不对 好 she really wants to what this exam 他真的想 通过这场考试 对不对 pass the exam ok 好 last one he didn't study that's why he went to exam 他不学习 就是为什么他 没有过考试的原因 对不对 why he failed the exam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大家就是掌握这些词的意思啊 和那个 一点点下来的区别 就没有问题了啊 特别是你的learn和study 大家学会了吗 大家在就是区分的时候啊 就是最好是 有一个对应的例句 这样的话呢 你会记得更劳光 好不好 更清楚一些啊 ok 好 一个天空啊 加倍巩固 ok I want to watch how to drive a car 这是一个技能 so it's learn right I want to learn how to drive a car ok good luck 啊 助理好运啊 I hope you 什么 you test I hope you pass your test pass your test 我希望你通过测试 pass your test now then is what geography at university 现在 then 在干嘛呢 正在 对吧 因为还有个now嘛 是不是 有一个这样 现在进行时 这样的标志啊 正在学地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这个 学什么学科的话 用study啊 learn都行啊 所以我们可以说 learning study都行啊 ok 咱就用 都写上吧 study或者说 learning 都可以 学什么学科嘛 好 下一个 my daddy is a teacher 那我爸爸是一个老师 他教什么呢 he teaches science 对吧 teaches science ok 就有三单 就像是难数形式 I don't want to watch this exam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get over 60% 我不想什么呀 不想fail ok 是吧 他不想失败 所以就是 他希望能够pass ok 咱们学的是 I don't want to feel 不想fail 对不对 好的 好 这些词大家都掌握了吗 ok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grammar part ok 依然是请他动词了 那我们前面学到了 have to must shoot ok 接下来是can can 表示能够怎么样 对吧 否定的话就是 I cannot do something ok 大家注意一下 一个重点啊 就这里面 它其实放了一个 编辑的小错误啊 肯定 没有问题 这个缩合也没有问题 但是有问题的是这里 我们在写作里面 或者正式的写作当中啊 这个 否定形式的话呢 我说了 在写作里面 就是一点嘛 所以我们其实很少写 缩合形式啊 那这个不能应该怎么写呢 应该是 连起来的 can not 像别的啊 什么 is not 对吧 are not 都是分开的 唯有这个can not 是特别的 它必须 合起来 这是规定啊 不要问为什么 就是一个 咱们 这个叫什么啊 written english的一个要求啊 好不好 大家在写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个细节 当然很多人啊 都是 没有注意 可能你见过很多次 can not 但它一定是不规范的形式 对吧 哎 连这里写的也是不规范啊 但一定要注意 好不好 can not ok 好 那能够怎么样 不能够怎么样 我们都会了 是不是 好 那它的同意短语叫什么呢 be able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不是啊 哎 你看这里面表示能力的时候呢 can do something 也可以和be able to do something 进行一个替换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啊 情态动词后面都是跟的是 动词的原型 对吗 情态动词后面加 动词原型 ok 好 I can speak english 对吧 那你可以说 I'm able to speak english 没有问题啊 是不是 she can swim fast 你可以说 she is able to swim fast ok 好 can you ride a bike 你看一文句 一般一文句 对吧 把can提前就行了啊 can you ride a bike what can I do for you 哎 表示能够 会 怎么样啊 第二种呢 表示许可啊 you can use your phone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手机 ok you can use your phone they can use my dictionary ok 其实和前面的也蛮像的啊 你可以能够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 ok 下一个就比较特别了啊 他往往是用在这个什么呀 否定句和这个疑问句当中啊 表示推测一种可能性 哎 是不是啊 往往用在否定句和疑问句当中 这个时候呢 因为不可能 表示推测啊 千万记住 this can't be true 哦 就不可能是对的 表示一种推测 是吧 哎 can the news be true 嗯 有可能性 这个新闻是真实的吗 ok what can I be 他能在哪啊 这是一种疑问 对不对 所以 他表示推测的时候啊 往往用在否定句和疑问句当中 这个其实非常的 呃 常用啊 也很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小点 好不好 虽然说我们的雅思考是不考这个东西啊 但是他非常的使用 ok 好 接下来看他的过去是could can could 好不好 哎 这是他的过去形式啊 咱们把它这样写一下 can 就变成了could ok 好 你看我们前面学的那个must should都是没有这个过去式的啊 而这个could是有的 好不好 哎 他表示过去的能力 因为是他的过去式嘛 对不对 I could do something I could not 哎 这个could and not 的否定里面 就只有一个could是特别的 别的都很正常啊 这个是ok的 好不好 哎 she could play the piano well at the age of ten my brother could write points at eight 八岁就可以写诗了啊 ok 好 第二个用法 在一份句当中 表示我们委婉的请求 这个时候could不是 can的过去式啊 could you help me could you do me a favor could you pass me the book 对吧 表示我们委婉的请求 所以说 它是让你表现的 更加的礼貌 这样的一个词啊 它并不是过去式 好不好 嗯 大家注意这个就可以了啊 这个很日常 是吧 嗯 好 下一个啊 can you open the door please could you open the door please 很明显 后面这个更加的有礼貌 更加的委婉 看到了吗 哎 注意一下啊 这个同样的是一个道理 哎 用could就更加的委婉啊 有礼貌一些 嗯 呃 could i have these postcards please 嗯 could i blow your umbrella 是不是 hello could i speak to jerry please ok 好 接下来 下一个 其他动词 may 哎 他这个词也是有过去式的啊 咱们先把它写下来啊 may 变成 might might 他表示用请求许可啊 哎 比这个can呢 更加重视 may not 表示用来拒绝和禁止 ok may i have a few words with your manager please 哎 我可以和你的manager说几句话吗 嗯 we may not stay out after midnight 嗯 就是 傍晚12点之后 是吧 不要出去啊 不要出去 他也可以表示一种猜测 表示可能 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是可能的意思 好不好 所以说其实很简单啊 他如果表示一种语气啊 他就是也是很委婉的啊 但是要比can更正式 may not呢 表示一种拒绝 禁止 ok 这个跟can是不一样的 但他本身的意思就是可能 他本身的意思就是可能 明白吗 同学们啊 他有自己的本来含义的啊 这跟can是能够这样的一个本来的含义一样 it may rain tomorrow 明天可能会下雨 就是一种可能性啊 可能啊 we may go camping this Saturday 这个周六我们可能干嘛呀 要去宿营啊 就是可能的意思呗 嗯 好 然后呢 他这三个用法表示 我们祝愿啊 ok may you have a good day may you be happy 就是希望你啊 今天是一个 今天过得好 希望你开开心心的啊 may you be happy may you have a good day 后面跟句子就好了 好不好 嗯 他的过去是might 刚刚讲到了啊 表示我们猜测可能性的比might 比这个might要低一点点哦 ok 就是他的低个用法 就是表示我语气的时候 他还没到过去试 ok I might go to the cinema this evening 就比这个might的可能性还有低点哦 我今天晚上也许要去一下电影院吧 ok 但是可能性没有那么大啊 take an umbrella with you it might rain 哦 可能会下雨啊 是不是啊 好的 I going out tonight I might I might not 哦 可能吧 ok 我也不知道呀 好不好 也表示这种猜测 可能性比might要低一点点 好 下一个 表示我们请求许可 啊 有个试探 犹豫不决的意思啊 he might be in his office now 哦 他现在有可能在他的办公室吧 就我也不清楚 对不对 might he know the answer 他知道那个答案吗 ok 就试探 犹豫不决啊 ok 好 这个时候我们回答的时候 是不用might的啊 might i watch tv 我能看下电视吗 特别小心翼翼啊 ok might i watch tv 一般你跟家人是不会这么说的啊 因为不需要那么小心翼翼 对不对 yes sure no you mustn't 哦 没问题 嗯 不行 you mustn't 就是肯定和否定的不同回答啊 好不好 就是我们的might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下啊 他的这个可能性的这个大小啊 级别 表示推测的时候 might的可能性是最小的 啊 比might还要小 诶 刚刚说到了啊 然后can的可能性呢 是最大的 ok 嗯 someone is knocking at the door 某人在敲门是不是 it can be jim 哇 应该是jim ok it could be jim ok 差不多 it may be jim 不知道 可能 it might be jim 就是胡说 就是随便猜一猜了 是不是 但是呢 也就是说 你的生活当中 其实都可以用 就你根据这个情况 去用一个合适的表达就行 像这样的啊 大家就是 有时候 你看点什么音剧美剧啊 你就自然手心 好不好 但有时候 休闲的时候啊 可以看一些美剧 然后呢 就是你就把那些日常的表达 就真的是 就直接是 融会贯通了啊 ok 好 现在我们来选一选啊 用哪个更好 好不好 when my granddad was younger 当我的这个爷爷啊 年轻的时候啊 was younger he can he could see very well but now he is old 说他年轻的时候 是用这个过去 对不对 所以应该用的是 他能够看得 非常的清楚 过去的能力 对吧 表示能够 还是过去 but could 因为could是 看的过去 是吗 对不对 然后他说 but now she's old 现在他老了 he cannot he can't 还是 he couldn't read with our glasses 不用眼睛的话 他可读不了啊 因为是now呀 对不对 现在了啊 所以咱们用 can't 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第一点呢 主要考察的是 我们的时态 对不对 主要是考察 我们的时态啊 我们来看 第二题 I'm not sure if I can or may finish this work today I would have to do it tomorrow 我不确定 我是不是能够 今天完成这个工作 是吧 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 就我不确定 我是不是能 有这种能力嘛 是不是 所以应该用的是 can I'm not sure if I can't finish this work today 很同顺呀 没有问题啊 OK I 什么呢 我不确定 我今天是不是能完成 哦 我也许我明天还要做吧 对吧 这就是个表示一个也许啊 那我没有might OK I might have to do it tomorrow OK 可能性 对吧 可能性啊 where's Katie I would find her Kitty Kitty在哪儿啊 我找不到她 对不对 就是一个正常的 我找不到 I can't I can't find her 这个不是过去事啊 没有讲过去的时间啊 然后呢 哦 她猜一次 哦 she might be 不是can be 对不对 she might be in the playground 她可能在操场吧 I saw her going in that direction a few minutes ago 几分钟前我好像看到过她 可能在哪儿 不知道 哎 下一个 the football match 这个足球比赛 Can't 还是may be canceled 是能够被取消吗 应该是也许会被取消的吧 这个意思啊 may be canceled because it 什么snow this weekend 哦 这个周末可能会 下雪 所以这个足球比赛才会 可能会被取消吗 对吧 这是种可能性啊 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选mine的更合适 because it might snow this weekend 好 下一个 说 Can you play the piano 你能够弹钢琴吗 还是 你可 may you 很明显是can 对吧 就是用能力吗 哎 你会不会弹呀 Can you play No but my brother can play very well 哦 我不能弹 但是我的弟弟 弹得特别好 是不是 OK 好的啊 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练习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reading部分啊 reading部分 OK 好的 右边是一些问题 那左边又是我们之前练习过的这种小小的信息啊 OK 来看一看 Do you want to earn some extra cash in the summer holidays 去第一只就很明显了 我们知道这是干嘛了 对不对 earn some cash earn some money 表示赚钱 哦 你想赚一些额外的钱吗 就是赚一些零花钱吗 in the summer holidays 在暑期的时候 对不对 a local petrol station needs an attendant to wash cars and fill them up with petrol 对吧 习车和加油啊 to apply 申请的话呢 for Stefan 这样一个电话号码 所以 Stefan到底在干嘛 同学们 诶 诶 needs a job Stefan需要工作吗 不是的啊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a job 想了解 什么呀 一些人 什么人呢 哦 对工作感兴趣的人 好像是OK的 对不对 我们要看C 到底哪个更合适啊 同学们再说一次 我们的阅读呢 它并不是说一定是哪个完全的正确和完全的错误 我们选的是一个最合适的 所以最好我们把三个选项都过一下 好不好 我们的雅思考试呢 阅读考试也是三个选项啊 OK Something is looking for someone to wash Sorry Stefan is looking for someone to wash his car 他在找某个人去洗他的车 不是去洗他的车啊 你家是要在哪里啊 A local petrol station 是wash cars and fill them up with petrol 还要加油呢 所以这个C呢 它不正确 所以选的是什么呀 我们的B选项 就是它希望能够知道一些人 就是对工作感兴趣的人对吧 这样可以跟他联系嘛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表达方式就有点稍微的晦涩 但是这个答案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大家应该都能看出来啊 好 第二个 New message 好 一个新的信息是什么呢 From Mara to Natasa 来看一下啊 说Mara has written this email to 她写这封邮件是为了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Hi If you can borrow your brother's scooter Scooter 什么叫Scooter 就是那个电动车 小摩托车 大家知道吗 Scooter OK My dad is looking for someone to deliver pizzas 我的爸爸需要什么呀 需要人来送这个pizza 就是那个外送员 是不是 Get us know what you think when you come for dinner tomorrow 明天你到我家吃饭的时候 让我知道一下 很清楚吧 就是说 If you can borrow your brother's scooter 如果你能借一下你哥哥或者弟弟的这个小摩托车 哎 那你就应该能做爸爸这种工作 是不是 所以她写什么 所以她写什么油件是什么 A invite Natasa to have dinner No 虽然提到了dinner 但不是邀请她来dinner OK ask Natasa if she can borrow her scooter 能不能借给她scooter No No 像 但不是 是要什么呀 让她借她哥哥的scooter OK Last one Inform Natasa about her job 通知她有一份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所以说我们要能看懂这个文端讲的是什么 不然的话呢 是很难选出来的 你要直接去找词的话都有 是吧 这个scooter dinner 都出现了 是不是 你要理解它 到底在干嘛 OK Next one Jan Harris 在干嘛呢 Zoe Jan Harris found 这个人打电话了 她干嘛 OK They went to celebrate their wedding anniversary 咱们前面说过的 是什么呀 Wedding anniversary 是结婚纪念日 是不是 他们来 庆祝他们的wedding anniversary on Saturday but need someone to look after their son 需要有人去照顾他们的儿子 from 8 to 11 p.m. Can you do it? Shall ring you around 9 p.m. this evening Mom 这是妈妈写给 Zoe的一个信息啊 说这个Jan Harris打电话了 打电话干嘛呢 我们来看一下 A Wants Zoe to phone her back tonight? 没有提到 不可能是 对不对 好 下一个 Has invited Zoe to go out on Saturday night? 没有说 对吧 因为她要干嘛 Look after their son OK We'd like Zoe to take care of her child for the evening 是不是啊 嗯 很明显哦 是我们的C选项 是不是 也是有份工作 对吧 或者说帮个忙 也可能啊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No.4 Danny should wet Danny I've taken a job Washing up in Dave's cafe Washing up就是各种洗的工作啊 洗洗盘子啊 各种洗洗刷刷啊 在David's cafe I might be late 我刚才讲过的可能是吧 我可能会迟到 for the film tonight 今晚的这个电影 我可能会迟到 If I'm not there by 8 p.m. I'll meet you inside Robie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这个主将重现 是吧 如果啊 我8点钟还没到那儿 我们就在你爸见面 说得非常清楚啊 So Danny should meet Robie in Dave's cafe No 对吧 Go into the cinema if Robie is delayed 嗯哼 他说了 如果他迟到的话 怎么样啊 Meet you inside 所以B 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我们把C也看一下啊 说wait inside the cinema until 8 p.m. 完全没有这么说 是不是啊 虽然提到了8 p.m. 但是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OK 好 我们来看number five OK 好 assistant trainers interviews 面试啊 interviews for assistant trainer 对吧 for the sports team start Friday at 4.30 p.m. 什么叫assistant助手 trainer呢就是那个教练 训练者教练啊 就是一个助理教练 OK 是for the sports team 什么时候开始呢 start Friday at 4.30 p.m. arrive at least 15 minutes before if you still need to fill in a form 就是说 大家要提前15分钟到了 是不是 arrive at least 15 minutes before OK 因为需要什么呀 filling the form 需要填表 OK 我们来看选项啊 you w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hand in your appreciation on Friday 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啊 everybody should get there 50 minutes before interview starts OK 好像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先把这个b选上 然后再看c 有没有可能是更好的 OK you must complete an application form before Friday 你得在周五之前 完全这个申请表 没有说对吧 所以b选项 就是我们这边 这个小notice 需要关注的点啊 第一部分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一些常用的词汇搭配 给大家学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做相应的 writing论文 OK 好 常语这个exam 搭配成的动词 有哪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 sit an exam 这个短语大家好像比较陌生 对吧 好像之前没有听说过啊 OK 事实上这个和take 是参加考试 而这个sit an exam 其实是音试音语里面 很喜欢用的一个搭配 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是平常 可能接触美诗语 多一点的话啊 觉得这个短语非常陌生了 OK sit an exam 等于take an exam 表示参加考试 OK 那通过考试 我们会说pass an exam pass an exam 没有通过考试 就是fail the exam fail an exam fail的是失败 对吧 是没有通过 OK 那常语这个lesson搭配 用的动词有哪一些呢 就特别多了啊 那我们说上课 我们最常用的是have 对吧 have a lesson have a class 那这里面我们还多了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attend attend a lesson 就是怎么出席 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OK 我们还可以说attend a meeting 这里是attend a lesson attend a class go to a lesson go to a class have a lesson take a lesson OK 那给某人一个教训 或者上一课 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呀 这种延伸的含义 对不对 那我们说上一课 就是给某人一课嘛 给某人上一课就是 give somebody a lesson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表达 其实也能感觉到它的颜外之意啊 就是给某人一个教训 对吧 teach somebody a lesson OK 这个挺好理解的啊 下一个逃课 就是没有上课嘛 我们叫miss a lesson 或者说skip skip 表示跳过啊 跳过 skip a lesson 逃课 OK 像这些搭配啊 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啊 或者说学习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啊 因为我们 就是像我们这种校园生活场景啊 都会考到这些相关的短语 或者说大家出国之后啊 这些短语也是非常的实用 对不对 参加考试啊 上课呀 我们一定会用得到的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一下一些相关的句型和表达啊 第一个说 criming for an exam is not a good way to study 死尽被呀 不是好方法 就是说我们考试啊 死尽被 OK 因为有时候考试可能很灵活嘛 是不是 好 下一个啊 this university provides us a rich variety of curriculum resources 说这个大学啊 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a rich variety of 之前我们讲过了 a wide variety of a wide range of 这里是a rich variety of 都是一个意思啊 表示很多很多的啊 这里我们把它翻译成丰富的 课程资源 curriculum表示课程 OK resources 资源 而且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用到我们前面的那个writing的任务 就是什么呀 那个 what makes a good university 一个好大学应该有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就完全可以把它放进去啊 好大学就应该什么呀 有很多的这种课程资源 对不对 好 下一个啊 Jan has great talent in music OK 我们前面说到了talent teachers 有天赋叫talented OK talent 做名词表示才能天赋啊 在什么方面有天赋呢 我们用借词in来做啊 has great talent in something OK 下一个 我擅长记忆 I'm good at remembering OK 擅长叫be good at 我们写一下啊 擅长叫be good at something 那有的人说你非常擅长 你更擅长什么啊 我们有一个就是有千语的短语 我们也可以说be better at something 这个better呢 事实上就是我们各的比较集嘛 是不是 你有be good at 就应该有be better at 更擅长什么啊 那它的反语短语呢 就是做什么不擅长啊 我们就说be bad at 那你也可以说别的啊 什么be terrible at be horrible at 也是一样的好不好 be bad at something 那你还可以说be worse at something 这个worth就是bad的比较集啊 be worse at something we are studying hard for the final exam 期末考试我们叫final exam 有时候我们直接说the final啊 也可以表示啊 期末OK we are studying hard for the final exam 哎呀现在我们为期末考试 学习可努力了啊 是不是 嗯 好下一个 he is really interested in biology 他对这个化学真的很感兴趣啊 之前我们讲过了 对什么感兴趣啊 我们可以说be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对吧 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呀 have interest in something 那你要说真的很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可以加一加一个形容词 have great interest in something 都可以的啊 OK 好 这些短语和句型呢 大家可以就是 可以好好地整理整理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OK 说 your English speaking friend and you 这个说英语的朋友啊 has helped you study for your final exam OK 说什么 已经帮你什么呀 学 为你的这个英语考试啊 就帮助你了啊 帮你学英语啊 那write an email to Isabel 要求是给她写一颗email 而这个email的格式呢 我们前面是讲过的啊 in your email you should 好 以下是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writing的要求 还是那句话 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是 task response 你的保证 你是把它对你的要求 完全完成了啊 不然的话呢 不管你的文章多么的 对吧 文采非然啊 但是你没有完成要求啊 这也是不行的 那么 你需要做到 you should thank Isabel 感谢她 tell Isabel about the exam 既然她帮助你什么呀 就是学习备考啊 那你就告诉她 这样考试是什么情况 最后一个 invite Isabel to your house 邀请她到你家来 好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说think abo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efore writing 在我们写之前 我们要思考 无下几个问题 OK 看看你刚刚读完之后 你是否已经完成这些东西了啊 第一个 what do you need to write a note a card an email definitely email email right 因为 Tim已经告诉我们了 write an email 好 第二个 who are you writing to 那你是给谁写呢 write to Isabel OK 好 why are you writing 那你为什么要写呢 对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要求嘛 thank Isabel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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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要求的啊 what three points do you need to include 那刚刚我们已经扩下来了 对不对 那么在写之前 你充分的弄明白了 你要写什么 你写个谁 你需要包括哪些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告诉我们的文章了 OK 这是一个sample answer 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啊 当然了在听这个之前啊 大家也可以自己先写一遍 然后呢 再听老师讲解 好不好 人家说 hi Isabel 这很明显是一个informal的一种写法 是吧 非常的不重视啊 就是比较的日常 因为他跟他是什么呀 朋友吗 是不是是friend 所以呢 这种随意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 就是我们还要了解 这个formal writing 这个正式的 这个写法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 OK Hi Isabel Thanks ever so much for helping me with my English exam 这就表示了感谢啊 说真的特别感谢你帮助我 什么呀 备考我的英语考试啊 然后呢 告知他考试什么情况 The exam was quite easy and I feel confident of passing it passing 我们讲过就是什么呀 通过考试啊 我觉得通过考试没问题啊 I feel confident Would you like to come to my house? OK 我们前面讲过的啊 表示邀请邀约啊 我们就可以说 Would you like to do something? 这里就用到了这个句型啊 Would you like to come to my house to have pizza at a weekend? 那周末 你愿意到我家来 一起吃披萨吗? I'll pay 就是什么呀 我请客啊 我来付钱 Love Tom OK 包括这个落款啊 什么的啊 以及开头 这都表明它其实是一个 informal的格式 OK 但是OK的啊 大家就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啊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大家首先 把这三个点 就是分别用一句话 把它完成 对吧 这面是一样的啊 每一个点都用一句话来完成的 那大家其实可以在每一点后面再进行一些补充 你比如说 那个考试的情况 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点 或者说 它帮助你了之后 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你觉得你有进步吗 对吧 就是你可以稍微的多说一些啊 当然如果你觉得比较麻烦 你可以不说啊 总之我们也可以去改变一下 然后呢 写一封属于咱们自己风格的email OK 接下来呢 老师这边给了一个formal的格式啊 给一个非常重视点的格式 大家对比一下啊 OK 然后内容上稍微只是做了一点点改变啊 基本跟它的原文是差不多的 OK来 首先我们就Dear Isabel 亲爱的Isabel 是不是 这个就比较正式啊 OK Dear Somebody 好 逗号啊 这里不能打冒号的啊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我们的英文这个写信也好 写email也好 我们这里一定有逗号啊 不能是冒号啊 Thanks ever so much OK 那我们都是什么呀 这个齐头士 对吧 齐头士啊 OK 很感谢你 然后老师这里补了一句啊 I think I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那我觉得我进步非常大 因为你帮助我备考嘛 我觉得我进步非常大 然后再去接我对考试的一个描述啊 The exam was quite easy And I feel confident of passing it 这个老师是没有变的啊 然后最后呢 老师再多了一句话啊 他在邀约之后 Would you like to come to my hous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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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老师补了一句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en 我什么呀 非常期待 在那个点 见到你 OK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 这个email里面 都会补上这么一句啊 就是比如期待收到你的回复呀 期待怎么样啊 这个表达叫什么呢 叫 叫 look forward 一般都是 I'm looking forward 咱们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固定的搭配吧 好不好 叫 I'm looking forward 就我在期待 是吧 I'm looking forward to something 如果有什么 这是名词的话 那就名词就好 如果你想说期待一件事的话呢 一定要用doing啊 我们说过的 有这个名词的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用doing something了啊 这就是我期待 见到你 See you then OK 那如果你说 我期待收到你的回复 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这个我们很实用对吧 在写邮件的时候 多半都会补上这么一句啊 期待收到你的回复啊 那我们就可以说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 这是一个名字短语嘛 咱们直接是这样 接在它的后面就可以了啊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 然后再落款 best regards 或者说best wishes 就是美好的祝愿啊 然后再说上你的名字 Tom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 从格式上来说呢 相对比较正式的啊 一篇email 然后在内容上呢 是稍稍的多了两句话啊 那这个email呢 就是内容丰富一些啊 但具体加不加 怎么加 大家都可以做一些 相应的改编 好不好 所以我特别期待 能够看到大家 自己写的一篇email 好不好 就是 我们在 看完老师的这个 sample answer之后啊 能够自己去写出来 最少呢 三句话 多的话呢 咱们上不封顶了啊 这样的一个要求 好不好 大家好好写 加油 OK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writing的任务啊 那么咱们今天这次课呢 就讲到这里了 OK 那我们 今天这个话题啊 都是和我们的这个 校园生活的内容有关系的啊 OK 那后面这个主题的 different subjects 我们学到了 各种各样的 学科的名称 对不对 那以后啊 再问到 你喜欢什么学科 你不喜欢什么学科 或者说 你去介绍你的学科的时候啊 首先 我们就有一个 这个素材库了 是不是 这个学科的名称 会说了啊 然后我们还介绍了一些 一些学科的特点 是吧 大家就可以拿过来用啊 OK 还学到了和考试相关的 各种搭配 参加考试怎么说 对吧 通过考试啊 没有通过考试 上课 对吧 各种表达啊 OK 都和我们的生活啊 息息相关 大家在这块啊 就是好好地整理一下 然后呢 多多复习 OK 那我们的语法部分呢 主要讲的是 我们的这个 情态动词 can 它的过去是 could may might 它们的用法 以及它们的一些区别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包括说我们前面 那个主题 还讲到了 其他的情态动词啊 对不对 像should呀 master呀 OK 大家可以完全地 整理到一块啊 基本上到现在为止 我们把绝大多数 情态动词都已经讲完了 OK 情态动词 它其实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用法 就是情态动词 后面跟动词原型 这个是它最重要的用法 然后我们再 把它其他的一些 小小的细节 给它掌握 就可以了 就大家到时候 可以把前面的那个内容啊 进行一个 就是说 整合 然后单独地整理一下 这个情态动词 看看你是否真正地理解了啊 就是 很多时候 大家如果说 自己去整理个什么东西的话啊 你会发现 你的印象更加深刻 对不对 那老师跟你讲的 你只是被动的接受啊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整理个什么东西的话 其实这就是你消化的过程 所以我是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整理一下这个笔记的啊 而不是说一定要跟老师的这个 呃 讲的那个内容一模一样 好不好 我希望能够用你自己的一些理解啊 一些 整合 这样就 老师特别期待能看到啊 好不好 嗯 OK 那咱们今天的课程讲到这里了啊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